2月1时的香港警察总部门前车水马东 再不见笨重的水马和激烈的示威者 取而代之的是应接不暇的慰问和感谢 农历新年将至 香港百余社会团体前往香港各区警署 开展了逾170场次的慰问活动 热切的祝福与感谢 让三万名忠诚勇义的香港守护者暖上心头 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全告诉记者 香港国安法的定力 让警队有空间与市民更多交流 国安法的定立和国安署的成立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一个积极和正面的效果 我们看到在市面上一些暴力的事件减少了很多 相对我们止暴制令的工作 也能够有一个很明显的成效 社会稳定了 变成给了空间我们可以做一些正面的宣传和推广的工作 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工作 令到市民可以重拾一个信心 郭嘉全回顾 过去一段时间 社会上充斥着许多针对香港警察的虚假信息 更不乏恶意抹黑和重伤 而制造这些现象 无非是希望动摇市民对警队的信心 以增加警察执法的难度 郭嘉全说 执法困难最大的得意者 就是想要违法犯法的人 为获得市民信任与支持 香港警队着力确保前线警员表现专业 即使澄清不识信息 以及主动提升警察工作的透明度 第一就是 譬如我们在19年年底的时间 我们成立了一个直播小队 变成一些暴力示威现场 以往很多时候 如果你有看一些直播平台 往往聚焦的都是警务人员执法的情况 很多时候就不会理解 为什么警务人员会用某些武力来执法 他们不知道前因或者后果 但是透过我们有一个直播小队 在现场将我们前线人员面对到那个情况 去直播给市民知道 他见到原来因为我们见到有人扔砖 有人扔汽油弹 有些违法行为 于是我们才去执法 那变成他们会多个角度 他对整件事的理解 就没那么容易被人误导到 另一方面就是 为了增加工作透明度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专访 就好像今天这样做专访 在2020年一年里面 我们做了超过150次 当中有30次以上都是处长自己做 希望能够直接一点 将我们一些信息告诉市民 变成可以更加主动 让市民知道我们的工作是怎样 2月2日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通报新一年度工作方向和重点时提出 2021年的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 增加了一项维护国家安全 谈及这个问题 国家权果断地告诉记者 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警察应有之意 定当全力以赴 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应有之意 作为一个中国人 香港也是中国的地方 这个我们自从有了香港国安法之后 我们都成立了我们的国安署 变成配合国安委的工作 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回我们的职责 能够可以专业执法 确保到我们能够去 就着维护国家安全出一分力 这个都是我们来的一年 其中一个处长给我们的很重要的任务 这方面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希望能够透过维护国家安全 令到香港社会更加稳定